好了,我們今天會讀的是李安琪老師推介的 《少一點土人厭,多一點溫暖心的善良小心機》 以下是Miss Lee的推介內容 很多時候我們都沒辦法規探別人的內心世界 所以往往沒辦法得知對方在想什麼,感受是怎樣 因而就陷入不安 不單是人你的內心 有時候我們都不了解自己的內心在想什麼 例如你是不是曾經在日常生活之中 或者跟人相處的時候大發脾氣 而事後覺得很後悔呢? 這些不可思議的心理現象 就連自己有事都不了解 而透過數不清的心理實驗 就將這些現象轉化為理論和法則 令到謎團一個一個解開 善良小心機運用插畫 將日常生活裡的人際關係交流和實證都描繪出來 以簡單的方式解說心理學的理論和法則 令讀者了解人類不可思議的心理現象 好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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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?